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重点不是该说什么,而是讲出你的心里话 一列由凤凰城开往洛杉矶的火车上 鲍娃妹用骨唇没完没了的在椅盆上丢击 忍无可忍的前派大叔终于怒了 鲍娃妹说自己一会儿有场重要演出需要练习 大叔说那不关他的事 见两人发生争吵,山姆连忙过来劝解 这时火车司机发现铁轨出现故障 当即进行刹车,却还是迟了 一阵颠簸过后,火车拖轨而出 列车撞击前十分钟 杰森正在与儿子米罗一起修理房车 露营车营地老板向他们索要房租 见他们没钱,便要将他们赶走 杰森安抚好儿子后去找老板求情 求得宽先几天,老板却不买账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No money, no talk 说时迟那时快,那辆拖轨火车猛然冲了进来 杰森跌跌撞撞走出来 发现屋外已是一片废墟 撕心裂肺地喊起了儿子的名字 Ivy在列车脱轨后 第一时间拨打了912线 列车脱轨后遭到撞击 一举车厢瘦在了半空 幽压宝巨员队赶到现场时 153救援队也在现场开始救援了 但受伤乘客太多 人手根本不够 一些乘客被困在列车中还未得到救援 看到救援好Ivy在现场请求进入车厢 小帅经他目瞪口呆 他劝Ivy不要进入 Ivy却歇死了地雷的大声嚷道 我要去找我的未婚夫 小帅一下正住了 Ivy翻出手军的照片 他叫山姆 当时在睡觉 我就去了趟吧台 我们的座位在倒立的那一节车厢尾部 小帅老扎心了 但是按照他还是极力安慰Ivy 保证一定救出山姆 小帅与Ivy奋力爬上车厢 果然在车尾发现了被关警台横梁压住的山姆 见到修防员 山姆忙说自己未婚妻也在列车上 小帅告诉他Ivy没事 让他别担心 很快队长亲自带着电锯和夯锤前来支援 山姆因受到重创肺部受损 西洋不毒 小帅用夯锤对着横梁突突了两下 突然听到有女人的叫声 停手后发现 鲍娃儿妹也被横梁卡住了 经检查 妹子的腿裹刺穿了她的腹部 腿部还有脉搏 横梁成了问题所在 同意横梁卡住了两个人 若就山姆就得牺牲鲍娃儿妹 反之同理 队长问埃迪 两人谁生活的希望更大 埃迪如实回答 伤情不同 风险一样 为让山姆保持清朽 小帅要他讲讲Ivy的事 我们准备在6月举行婚礼 因为Ivy想等孩子们放暑假后再办婚礼 独知Ivy也有了两个孩子 小帅的心情更加沉重 当听到队长准备先救鲍娃儿妹时 他连忙加以劝阻 不行 那样山姆的另一页肺也会被穿刺 那样就没希望了 队长觉得鲍娃儿妹的生命体征更明显 按规定 也有优先救治生存希望更大的一方 因为横梁无法移动 这时列车又是一阵晃动 小帅觉得横梁确实不可撼动 但列车外层是不锈钢 不锈钢的硬度远不如钢铁 只要自己的车厢外部切开一角 把豹娃儿妹救出后就能救山姆 队长不同意 因为这节车厢极不稳定 若留在车厢内救援 即便车厢轻抚还有车体保护 到车厢外部救援 就没了保护 很危险 小帅焦急的说 我明白 我会被一百吨的车厢碾压 小帅 别争了 就算你做个承诺也不必如此 艾迪告诉队长 山姆的未婚妻就是艾比 小帅忙解释 不 不仅是因为他 山姆还有两个女儿 队长通心急手的说 小帅 你不能以有危险就往前冲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幸运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躺在病床上了 时间已经不多 最后小帅还是违抗了队长的命令 独自来到车厢外部作业 与此同时 队长请求搜紧人员 加紧固定车厢 艾迪询问山姆的情况 山姆却问他豹娃儿妹的情况 豹娃儿妹觉得很对不起山姆 山姆比自己伤得更重 艾迪鼓励两人不要气馁 他们会尽力将两人全都救出去 队长望着车厢外的小帅 心情复杂极了 这时车厢再次发生了震动 所有人都被吊在车厢外的小帅捏了一把汗 小帅却丝毫没有懈怠 扔得争分夺秒拘着车厢 终于拆下了外侧的车厢皮 队长顿感如是重负 豹娃儿妹也松了一口气 之后 小帅用吊篮将豹娃儿妹救出了车厢 得知杰森在寻找儿子米罗 搜救人员将米罗用过的擦车布 拿给搜救犬问 搜救犬很快找到了米罗 米罗还活着 只是无法动弹 经检查 米罗脊椎没有受损 却摸不到肩骨与椎骨之间的韧带 老齐立即联系教育中心 让他们联系儿童医院 准备进行神经外科手术 杰森慌了 不是说脊椎没问题吗 小亨解释道 脊椎完好无损 只是头联机的部位断裂了 医学上称之为体内斩首 老齐补充道 只要脊椎未受损 就不会有什么事 但当他们把米罗抬出房车时 却发现米罗不说话了 米罗的大脑与身体的连接中断 已无法自主呼吸 必须立即插管 在小亨老齐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米罗终于恢复了呼吸 一流直升机也到了 此时山魔也被重工救出了车厢 得知冒着生命危险 救自己的消防员就是小帅 山魔不禁感叹造化弄人 女警想请心理医生 帮强奸案件的受害者的心理辅导 心理医生却说 女警也是受害者 女警认为强奸犯确实殴杂了自己 但其他受害女性的心理创伤更严重 而且她也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了 医生直言 忘却不会令人痊愈 她把女警受伤的资料留下 让她准备好后随时与自己联系 女警看到自己受伤时的照片 之前她与罪犯搏斗被救治的一幕幕 一股脑有限的脑海中 她坦诚的对医生说 我从井30年热爱并擅长这份工作 因为我的直觉很准 我本该先救援再进去检查 我现在不敢再相信自己的直觉了 若是这样 我还怎么继续工作呢 医生建议她不必急于重返岗位 因为伤痛愈合并非一周一息 乔治来到法庭 对伤害自己的格雷格勇敢说出了内心所想 离开法庭 我能自在地与朋友畅饮 而你只能待在牢房 每天醒来 你都会回想自己入狱的原因 你就不得不想起我 我却大可不必再记得你 麦迪为乔治走出这点伤痛 开心的几乎落泪 医生告诉迈克 他的脑瘤居然缩小了将近30% 迈克激动地给了医生一个熊抱 离开时 他再次碰到了那位与他一同被困电梯的医生 忙挂断女警电话 解尖了电梯 艾比找到小帅 感激她救了山姆 并未在那种情况下重逢感到抱歉 你只为这一点感到抱歉吗 小帅痛心的发问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彻底抛弃我的 在摩洛哥 巴黎还是都柏林做的决定 一会是在机场分别时就下了决定 而我还傻乎乎的和你吻别 保证等你回来 宇哥也觉得艾比欠小帅一个解释 艾比道 我害怕一旦回来 会再次失去自我 我很想你 想回来见你 但我对自己没有信心 小帅明白了 你怕回来跟我复合 会再次失去自我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小帅释怀了 看到你幸福 我就满足了 你值得拥有美好的人生 真是个善良的小伙 两周后 大家一起参加了女警女儿 妹妹的毕业派对 迈克提议大家 共同举备 祝愿2020年峰怀路转 派对热闹极了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小帅向队长道歉 列车救援时自己太过冲动 队长笑着让他别在意 因为自己当时也有点失控 理解万岁吧 小鹤的依靠准备的越来越好 迈克与新医生男友 开始了约会 而最最令人激动的是 迈迪怀孕了 他怀上了老齐的孩子 真是个天大的喜讯 哎 你俩可还没办婚礼呢 这样合适吗 紧几乎就911 第三季更新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能一直坚持看到这几道 都是宇哥 与本居的铁杆真爱粉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若不是我之前露脸经常被喷 我就给你们磕一个了 几个月的东西过后 这部剧的流量与热度大幅下滑 但我还是将它坚持做完了 毕竟有始有终 是我一贯秉承的原则 这部剧做了这么久 宇哥也对这部剧里的人物 与演员有了很深的感情 如今美国疫情如此严重 我也很惦记演员们的身体情况 希望他们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吧 这部剧对美美角色塑造的很立体 正义感实作的女将与小亨 理智的队长 热心善良的小帅 可爱的老齐 艺术初中的爱迪 并对美美角色的过去经历进行了回顾 好像只有小帅除外 可能是编剧太喜欢他了 想将重头戏留到下一集吧 即使我可能不会再做下一集 但我仍然希望还能再看到下一集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的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